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台灣各地工人 走上街頭 我們要告訴 這個政府 我們要告訴所有的政黨 要告訴所有的資本家 我們勞工 不只是感受到 也參與到 最近遍地風謀的抗議 我們勞工真正的憤怒 已不滿 是你們 官支聯手 把台灣的未來搞爛了 我的勞工真好 勇敢地站出來 為了我們的權利 怕任何犧牲 反駁 保險 生命的 活力同志們 為了明天的勝利 事實戰鬥到底在此 在職場上面 受到剝削 受到打壓 但是我們的勞工 還以政府 說要破產了 要我們 管理 多角 延後退 我們可以接受嗎 我們的勞退 新制勞退 已經比過去救治 大幅度的限縮了 而現在 政府還要求 所謂的保障獲利率 兩個percent 兩年定期利率 也要取消掉 要我們自己來操盤 大家是操盤人嗎 我們要求 新制勞退 不能 用自選投資 來取代 過去政府的責任 在這第四年的最後 我們看到 官場工人 18年抗爭到現在 現在還有國道收分員 我們的退休金 我們的支選費 當老闆落跑的時候 我們一跑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求 修改勞基法28用 擴大工資電廠動圍 擴急 支選費用退休金 派遣勞工就像這樣 所謂的藥派公司 所謂的派遣公司 某方面來講 是不是就像黑道一樣 挾持著派遣勞工啊 潘勢為口口聲聲的 平等待遇 一年轉正職 有可能嗎 不可能 有可能嗎 不可能 後來 在派遣勞工保護草案裡面 是用正面表列 還是負面表列啊 是用負面表列 是規定哪些不能用 其他的 都都可以用啊 所以我們含一下我們的訴求 反定心 反定心 敬派遣 我們反對 公股銀行 和公股銀行 亂亂幣 今天國家 絲毫無法放在金融市場如何穩定 金融業勞工 勞動潛益如何保障的面向上 偏偏偏 偏偏的認為 公股銀行 和公股銀行 所謂的公公病 才是好的 我們堅決反對 我們要求 要實施 公股銀行 並公股銀行的 完整評估 以及 相關勞工 勞動潛益的保障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 在台灣 國營事業私有化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國營事業私有化的例子 就是在 土力財團 壯大財團的 過程 所以我們一起來堅決 捍衛全民資產 反對國營事業私有化 好不好 好 反對私有化 反對私有化 反對財團化 反對財團化 捍衛全民資產 捍衛全民資產 反對私有化 反對私有化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講 我們今年五億勞工遊行的 第一項訴求 捍衛勞工條件 保障勞工生活 這項訴求 是全台灣勞工最基本的心聲 第一個 我們要求 逐年提升基本工資 因為我們知道 基本工資 就是我們所有勞工 最基本的生存必須 對不對 對 我們要求 逐年調升基本工資 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 第二個 我們要求立刻 落實週休二日 這是馬政府 馬總統 早在競選的時候 老實說 在他還沒有當總統之前 他就競選的承諾 他說想要落實週休二日 可是 請問大家 台灣的勞工有落實週休二日嗎 沒有 我們有週休二日嗎 沒有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服務員 勞工 沒有落實週休二日 對不對 對 我們要求 把政府立即落實 週休二日 同時 落實週休二日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求 廢除 變形公實 跟責任職 好不好 好 激調 公立 必行是國職 必行是國職 戀前是年輕 戀前是年輕 一路有計畫 一路有計畫 天保公立 好 我們最後 我們有一些年輕的朋友 憲平等 他在幫 為我們的 勞動部部長 因為他從 勞委會主委 升得為勞動部部長 於是 他們是做了一個小禮物 要送給勞動部 請前面的行動 不要緊張 他們只把這個禮物 送給勞動部 祝我們潘志偉 平步輕語 羽化當天 MOS 你好 黃金錫 要佳心 要佳心 反京 See 黃金錫 實際上 在法條裡面 真正能夠達到同工同酬嗎 這個一定能懷疑 另外 你沒有規定 派選中在這個單位 1500一年時候可以轉正 可是大家想想看 雇主用派遣的原因是什麼 他要節省成本針對 他要降低光潛針對 他有沒有可能要派遣空轉正 不可能 所以他這個一年簡直就是形同俱文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第一大會所提出來的就是 淨派遣的訴求 請大家來跟我來一次口號 來 淨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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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官方怎麼抹黑我們 說我們要探望協議也好 說我們要去暫停中校東路也好 各位主辦到位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我們希望各位 辛苦地表達我們老公的訴求 沒有聲的喊出我們很煩惱 但是 希望各位最後 先到主辦大會這邊 所宣布的解散 請各位 按照主辦大會的指揮聲明 請快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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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快遣